很多学生还是搞不清楚 play加球类中间加嘚 还是play加乐器中间加嘚 一个视频搞定 play加球类中间是不用观词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playfootball 还是playbasketball等等这些球类 它是指一种运动 并不是指球本身 如果加嘚的话 它就特指球本身并不是一种运动 所以我们球类前是不用观词嘚的 那相反 不管是play violin或者是play guitar 它是特指的是 我们手里面拿的小提琴或者吉他 所以我们是必须加嘚的 或者是我们可以简单的记 凡是一种集体运动 我们中间不用加观词 如果是一种单个人的运动 是必须加观词嘚的 那下面我出一个题 是play chess 还是play the chess 我们都知道 下象棋是一种集体运动 所以我们中间是不用观词嘚的 应该表示成play chess 如果这样还记不住 我给大家一个更简单的技巧 球类相当于我们的数字0 所以球类前是不用观词的 相反 乐器前必须加观词 你学会了吗 点赞加关注 英语不迷路